朋友们下午好 例行去工厂了 昨天有一串猪子 大哥说配一个小皮修 我们去切块料给他雕一个小皮修 3.0 拿这个黄的 刚好是吧 对 长度刚好 长度还有一多 高度的话就稍微 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切到这里就可以了 把那个黄的去掉 切掉一层表面那一点切掉 对啊 那就多切一点就可以了 画头先把他去切那里 可以 然后雕稍微圆润一点 那个脚也是趴着那种脚还是 反正就是不要让他带的东西 带的东西让他圆润一点 然后那个毛尾巴都贴在身上 不要翘起来 不要翘起来 好 可以 这块做赤龙笔架 嗯 这个 尾巴就出这边了 尾巴都要不要打掉 要打掉吧 就是 底下 穿了吧 对吧 打掉吧 打掉在这边是尾巴 嗯 然后在这边 尾巴在那里 露空 对 尾巴这里 能露就露完 能露一点就露一点 好 咱们去切一下这一块 小料 我 山川不念家 我 还好吗 可以 可以 应该这个好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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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弄得点 啊 这前肚子肚子弄得点 差点好像 就是那个肥修的 不懂 你那边这样 好多的肥修呢 嗯 三里米草两块肚子肚子肚子 可以 是那种适合戴的款式 可以啊 那个 带的那个脚那就不是立体的那种了吧 他那个脚是往两边跟那个 拳在一起 拳在一起 拳在一起那种嘛 像梅猪那个小猪一样那种 嗯 这个牌子 靠好住了 靠好了 嗯 因为你要他扑起来 他就得有个矿 他说 要修 嗯 这个直边 你要搞 这个边不要那个边 反正就把它修一下 就搞点这种形状 要把它过渡一下 对 就跟它龙袋上面那壳那一样那种 嗯 然后这里面给它搞平 搞得平 到这里了 跟这个肚子一样平的嘛 嗯 再扎那个点 那是雕 对对对 对对对 黄鲁纹 雕一点那个什么黄鲁纹在里面就可以了 起来的那一块 高的那一块 修一块 修自然一点 就你刚说的 就整个顺过来 刚刚回来发货 现在把这三串珠子穿一下 这是前两期视频里 我们做的那三串一点八 之前师傅可能是说能做更多串吧 好像四串还是六串 我说可能只能做两串吧 他还嫌我姑少了 说那么大的料 结果我们看一下 废料这么多啊 只出了三串 其他基本上是有白啊或者有裂的 这些都不能做了 所以这些珠子还是很废料的 挑了一下这一串是荧光最好的 颜色也是最深的 然后就是这一条 最后就是这一条 这个黄色的就比较多啊 没有那么精致了 所以三串里面能看得过去的最好的一条呢 也就是这一条了 其他两条呢 只能叫性价比比较高 再给大家看看这块料吧 这块料从皮色上看 颜色非常深啊 很紫的料 像这种皮色看起来很黑的料 说明它的油性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截面啊 截面的位置有刮过的 都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黑幽幽的 这种料呢密度很高很重 虽然它上面有一些坑坑挖挖不平的位置 但是它也没有空进去 它是实的 就是到这个位置就没有空进去了 这个料有700多克 一斤多 比较适合做小珠子 就是说1.0或者0.8 这种108的小珠子 一个是因为它这个纹理比较细密 另外就是它的颜色比较紫 做出来呢 看起来色彩会非常均匀 协调 像这些坑坑挖挖的地方 白皮有点多的地方 像这种料呢 我们做大一点的珠子 可能就有点浪费啊 因为它取料 可能会不够 两颗的话 做一颗它就有点浪费 但是如果我们做小珠子的话 利用率就很高 做出来的颜色也会很漂亮 这个呢就是对一块料的设计 也是比较重要的 好了朋友们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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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